来 老板 法安科技的丁总监想见你 好久不见 新总 我和丁总好像没有业务往来吧 是这样 我们何总让我来呢 是跟您商量一下 关于后续MIST的项目对接的事 新总 这 是这样 这明总监手头还有其他的项目要处理 而且她的性格你也知道 这女人嘛 相处起来就是麻烦 再加上她又带着孩子 您说她哪有精力管MIST的 出于对投资人负责的考虑 决定今后由我代替敏慧 负责MIST的项目的后续工作 你来这里明总监知道吗 真是我们何总的决定 她也只有服从的份 您放心 我肯定 我也觉得 男人之间沟通确实方便一点 是是 我正好要去一趟佳人医院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好啊 一会儿坐我车走 我开车了 新总 太好了 新总 我车停前面了 那等会儿我们佳人医院见 不照去 听说丁总对车很有研究 我这台车刚到的 看看 漂亮 不是新总 我的车没啥研究 仔细看看 我瞧瞧 漂亮 是新总 我呢 我呢 最讨厌别人在我背后议论我的私事 想要收购百安 资金确实有些困难 但如果我找何海翔商量一下 想要让某个人从百安消失 你觉得他会答应吗 不是 新总 我不知道这 我 那现在 知道了 知道应该怎么办 现在知道了 那佳人医院丁总监就不用去了 我没有打算换掉MIST的负责人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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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可以 参香香 喜白白 我们泉泉今天怎么这么香啊 好香啊 泉泉 你关华敏慧 一晚上把我脸都快给撒肿了 这个我真救不了你 太阳了 来 泉泉说说 今天心情挺不错啊 丁一峰的事情处理得还满意吗 满意啊 非常满意 你知道吗 她在全集团发邮件公开向我道歉 还顺带澄清了一下我的绯闻 我现在心情呢 就像是三十二度炎热的夏天 喝了一杯冰啤酒那么的凉手 确实可以来呗 庆祝一下 给我也来一个 行 给 那我的呢 小朋友不能喝啤酒 那奶行了吧 还有果汁什么的 真是 行 正好还有一个双皮奶 给你买的 哎呀 好凉 慢慢吃啊 说起来 确实要感谢一个人 哎 哎 我的好姐妹曹木 无论我做什么 她都有那么义无反顾的支出 没了 没了 这怎么能给忘了呢 哎 我还要感谢 我所有研发二部的小伙伴们 何海翔为什么不敢让我走 就是因为所有的核心技术 全部都在我们研发二部 所以说呢 好 感谢一下我所有的小伙伴 还有吗 没了 都说完了 但我多管闲事 你这坏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丁一峰为什么会跟你道歉啊 所以你为什么要跟丁一峰说这些啊 不是 她明摆着就是和何海翔商量好的 要取代你 我是在帮你 帮我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你这不是彻底让丁一峰坐实了我跟你的关系吗 这不是也是一部分事实吗 琴琴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之前是你说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你现在又直接说出去了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敏慧你要是不会对别人表达感谢的话就别说 我这是在帮你 我再说一次 不是 琴琴 本来呢 这就只是一个绯闻 大家热闹几天忘记了就过去了 你现在直接让它变成了一个新闻 你是不是真不知道蓝鸟投资总裁 这个分量有多重啊 我当然知道了 所以我才断定丁一峰不敢往外乱说 除非他不想在这行混了 不是 你是准备在全全面前吵架呀 没有 全全 我们在聊天呢 聊天 聊天才不会这么大事 妈咪 温柔一点啊 那就算你有道理 那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去面对丁一峰 我说了 是我原来对你有点兴趣 现在发现你很无趣 所以就放弃了 所以 你的意思是 你跟他说你把我甩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晨晨 妈妈去冷静一下 哦 你要吃吗 哎 上面有我的口水 那你喂我干嘛 骗你的 真好骗 我叫感恩呢 晨晨 这个里面的人长得跟你好像啊 他帅 还是我帅 你们俩都帅 因为我看他像你 小屁孩 晨晨 晨晚了 你要睡觉咯 妈咪 你过来一下 你看这个里面的人 跟你长得好像啊 一点也不像啊 真像 好了 你不要看了 到时间了 快去睡觉 睡觉 睡觉 可我也一点也不困 你在床上躺一下 躺一下就困了 困了就睡了 你抱抱动我吧 那妈咪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我要晨晨给我讲故事 她没时间啊 谁说的 我闲着呢 爸爸给你讲故事啊 走 不要 我要你们俩给我一起讲故事 晨晨 晨晨 去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是妈咪的鳄鱼 这个白胖子 胖子拿不起来 白胖子就是爸爸的 你们干什么呢 快上来呀 那个 全全啊 妈咪坐这里跟你讲就行了 你想听什么故事啊 晨晨 你快上来呀 晨晨 快上来 不用了 我们 行 爸爸来看看 看看今天讲什么 怎么会 你快上来呀 妈咪就不上去了 晨晨跟晨晨一起就好了 怎么了 你刚才答应过我的 你说我爱不犯卦 你是个小狗 没有啊 晨晨 又耍赖了是不是 好好好 妈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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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躺好 那你躺好 这想个像谁啊这是 全全 你想听什么故事啊 小蜗牛看海的吧 好 那你 那你先躺好 躺好 躺好 把眼睛闭上 不许偷看啊 你 你 有一只小蜗牛想去海边看看 然后它就跟小乌龟说 我想要新青年 我来 有一只小乌龟对它说 你和我都爬得很慢 你讲的一点也不好听 这一点感情都没有 还是得我来 你有感情 你来 学着点 学着点啊 来 你的身体比我小 有感情 好像吗 你有感情 你来 你来 你了 你练 你的身体要比我小 好 你这个还有感情呢 你们别再玩感情游戏了 给我好多面 你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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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很多很多 你爬起来比我还要慢很多 大海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永远也爬不到大海边 我想我您说爬吧 爸爸 爸爸 你就能看到更多不同的方向了 那你赶紧走吧 你就在这睡吧 我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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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睡着的 就别弄醒了啊 你后悔过吗 你后悔过吗 什么 把他生下来 一个人带着他 还带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没有 为什么 你就没想过抛弃他 世界上没有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 如果说抛弃了 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的 是吗 我要它在你的孩子 我的意思是保持到我 在家里发了自己的 Ikke 能做好事情吗 你还是要看我